根據最新的小學概覽 全港有77間小學新學年減少88班小一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說 學生的人數減少 當局相對調整班級的數目 會密切留意情況 與學校保持溝通 我們的學齡人口下降是一個結構性的情況 所以這個也是在我們的預期之內 當然我們希望我們的同學學習質素 是不會因為人數減少受到影響 同時我們都希望確保我們的公帑得到善用 所以在整個過程裏面 我們採取各種方法 是令到我們 第一是確保教學的質素 第二是令到善用公帑 所以我們會看到 其實在過往來講 我們通過各種方法去穩定 包括學位的供應和需求 包括譬如我們會通過合併 重置 或是等等這些方法去改善的情況 蔡若蓮今早到粉嶺一間中學視察開學的情況 她說市面的交通暢順 個別學校因為風暴導致禮堂水浸 或者窗戶受損 不過各學校都能夠在短時間解決 感謝教學團隊的努力 為順利開學所做的付出 可怕 請放 我可以 看看 感谢观看